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的路上国超国超 国超粉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忽然就有一段歌词的在脑海 在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一个人间极品 他就是任国超 他的粉丝遍地全国各地 他有多深得观众喜爱 他竟不自知 让各位见笑了 显然任嘉伦对国超的认知还是有欠缺的 我到这儿还摆脱不了国超 他有点惊讶的自言自语 过后脸上却很开心 当然开心啊 国超在嘉伦粉心中的位置可不是一般的地位 那是一种精神力量和寄托 演戏唱歌任嘉伦 说话做事任国超 就是何邦逊儿子在视频电话中 国超准时上线 我是你嘉伦叔叔 希望你以后多听嘉伦的话 也对嘉伦好一点 因为他是你最亲近的人 有机会嘉伦叔叔去成都请你吃饭 以嘉伦之名说国超语录 国超的话总是很朴素 却很有道理 他的责任感不只在于要求自己 还会提醒孩子 我想这大概是大家都深深地喜欢着国超的原因 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的任国超就是有这样的人格魅力 任嘉伦的人格魅力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 集体一行人抢着旗子正朝朱峰大本营走去 约一鹏在途中给自己的老婆打了个视频电话 演员轮上线 魏大勋我们俩互打电话吧 话音落下就掏出手机开始演起来了 此时的他还扛着几条的大旗 一手顾旗一手打电话 非常轻松 我这的景色也很棒 他演得很开心 自从得知他和魏大勋生日差一天之后 他们俩的感情就迅速升温 去哪都不忘魏大勋 魏大勋本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他们俩火热朝天能的能聊到一块去 也算是人与寻分 到达大本营之后 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空白的贺帕 可以将此刻最想表达的祝福通过这张贺卡传达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祝福的人 不管去到了哪 亲人一定是你最想 也是最想感谢和祝福的 但任佳伦并没有将这份祝福送给自己的爱人和父母 而是送给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他参加极条宝藏型第一期 仅和他有一面之缘的贫困护孩子 他在贺卡上写着 哭塔 你现在哭得好吗 我是嘉伦叔叔 我现在在珠穆朗玛风的大本营很想你 想念跟你的相处过程 不知道你身份还记得叔叔当时跟你说 你是一个男子汉 有担当 有责任心 敢于面对 希望有一天啊 你也可以登上珠峰大本营 祝福你 有希望再见面 他一直记得这个孩子 记得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说 哭塔所有的情绪都放在他的眼睛里 他观察入微 越是细小的事情他越是记得 众人温暖 他却长情 虽然他和他却只有一面之缘 虽然他和他相隔了几千公里 但是那一句发自内心的 我在珠峰大本营很想你 将这万里之巨变成了一线之隔 最幸福的事不过如此了吧 此刻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贫富贵贱 此刻在珠峰 有那么一个人却很想你 在山之巅想念的人 那一定是在内心有一定分量的人 虎塔是一个幸福的人 任嘉伦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一个人能够在另一个的内心留下印记 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虎塔做到了 我相信那项敏感的虎塔 也一定没有忘记任嘉伦 因为那是陪他完成心愿的人啊 某天羊高涨 当虎塔站在树下望向天空时 阳光会透过缝隙撒上他 而那些阳光里一定有一树来自任嘉伦